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台灣名人堂 台灣名人堂要告訴大家有故事的人 有意義的事 我們今天的來賓有跟大家的青春息息相關 很多六七年級生呢 他們的青春年華跟這幾位脫不了關係 今天我的椅子換了 換成高腳椅 因為來賓特別的多 我們今天的來賓呢 歡迎到的是洪海兒 歡迎你們 來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是洪海兒 我覺得好多人心裡好感動喔 尤其這一次看到你們在線上舞台 音樂會隔天有沒有酸痛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因為反而是音樂會當天的體能啊 並沒有消耗很大 因為我們在音樂會之前已經訓練差不多快要兩三個月 都練舞對不對 其實每天的排練是那種三四個小時 會跳舞跳到就屁股不會碰到椅子 對 這麼慘喔 就是這樣 然後又有一個斯巴達式的舞蹈老師 對 所以反而音樂會當天的體力消耗是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看到國賢哥還空翻是不是 他可能是那一天算是有卡到音還是 因為個性的死然啦 因為我是覺得說 平常我們都是在排練教室裡面去練習 那比較看不到人 再怎麼樣看就是我這五位團員了 對 所以那一天其實 看力了是不是 沒有看力 簡單來說他人來風 所以他看到觀眾他有一種敬業的態度 他就200%的表現 所以那個不是預先要表演的部分 沒錯 預先有在想但不敢做 因為之前可能就是身體上面 因為太超 所以有點微樣 所以我覺得那天我就是在考慮 但是後來看到人潮 因為其實25年沒有表演 然後也擔心啦 但是那天看到台下的觀眾給我的反應 是非常的熱烈 在這麼熱烈的情況下 我不給他一個feedback 就是不給他一個回應 我覺得很難對他們有交代 因為說實話 粉絲跟我們一起成長30年了 一直就是那感覺是很微妙的 然後看到粉絲跟我們一起成長 甚至於他們帶他們的小朋友 一起來看 你知道那個感動是非常感動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他們的小孩知道說 你們支持紅孩兒是對的 是沒錯的 那天有沒有人眼眶犯淚的 就是這個 剛好也是他 國賢哥 性情中人 好像韓智姐也是 沒有 因為主要是因為 是我們這個寶 沒有 我會感動的原因是 因為來自於韓智姐 為什麼 因為他突然唸了一封信 你可以不要把那封信的內容 稍微再講一下 記得嗎 記得嗎 那個有點長 沒關係 片段 你挑重點講 簡單就是說 其實我要感謝我身旁的夥伴 因為26年 怎麼了 我沒有那麼快 等一下 等一下 他每次唸都會哭 真的喔 因為我跟他講說 我其實寫這封信的時候 就是蠻激動 就是情緒很多 對 我整理很多很複雜的心情 對 因為26年來 因為26年來 能夠大家在相處 然後 炒一個目標 前進 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 這些夥伴們 其實教我很多事情 在我年紀小的時候 其實我並沒有 感受那麼深 現在這個年紀回來 大家重組在相聚 讓我 領悟到 當初大家教我 有不同的事情 像海倫教我的是意氣 只要你對他好 他就對你好 那 湯湯他教我的愛與 因為執著 因為他有小孩 小朋友 對 那柯凡教我的是 包容跟樂 樂觀 因為我其實很 我其實蠻焦慮的人 我有 我蠻神經質 那柯凡常常鼓勵我說 希望事情都往好的 樂觀的方向去 思考 那你也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對 那洛君教我的是 責任感 就你跟他交代一件事情 或請他幫忙 他就是 赴湯到火 那 國賢哥他教我的是勇敢 因為他在台上就是 很勇於表達自己 聽了命的舉作 對像我就是在台上 我其實會很害羞 然後不知所措 所以這些夥伴們 教了我很多人生的一些 道理 但是在這個30週年 你們已經創下了 名人堂最快落淚紀錄 真的耶 真的才剛開錄 我了解 對 很多情緒 其實我覺得很幸運 對 能夠再跟他們相處 從小到現在 這麼長的 30年來的相處 其實中間我們有分隔一段時間 但是 各自雖然有各自的領域 可是能再回來的時候 回到的是 當時的我們 年輕的我們 活力的我們 然後感受到 當下的點點滴滴 累積的成長 每個人生的過程的轉變 所以內心之中 都有跟大家 再重新學習 每個人各自的各自的專長 像韓志傑他也很緊張 其實我們上台都很緊張 可是他把他的緊張放掉 反而去鼓勵每個人 不要緊張 安慰說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緊張 其實他自己比我們還緊張 真的就是一個team 對 就把團隊更凝結了 更學習到更多各種 每個人人生所吸收到的經驗 那我好奇就是 相隔上一次 我不知道站上舞台是多久了 11年的紅白對不對 已經八年了 九年的時間 這一次在站上舞台 那種又重聚的感覺 有什麼 讓你們覺得最觸動的 或是最不一樣的 其實完全不一樣 因為上一次的時候 我們是算是一個 就是把以前的東西 做個小主曲 然後小小的調整一下而已 這次我們完全付出 就是一個全新的一個 算是30周年 紅孩一個正式版 正式付出 對 整個出來 就是要讓大家看到 我們其實是當年的樣子 還有就是有沒有給大家看到 紅孩的質感在哪裡 所以我們可以講 是正式的付出囉 對 這次才是正式的付出 而且我們還帶了一首 非常有意義的單詢 因為11年其實比較算是懷舊 那2019年其實不只懷舊 我們還往前走 因為其實我跟各位團員 有一個 就是有一段話就是說 不管未來路上 困難重重 請大家 記住我們這一次 重聚的精神 雖然困難重重 只要大家目標一致 就努力往重 重新協力 真的好不容易 而且過了30年感情 還可以這麼好 因為說真的很多團體 到最後就是各自努力 其實我們常常有一個 在字面就是說 依照我們台灣的 不管娛樂圈史上來講 團體能夠分離這麼久 還可以組在一起 我們應該是第一個 你應該是第一個吧 真的 也是唯一的音樂 目前看起來 沒有辦法完全組起來 我們算是 也要有一點運氣 真的運氣 那你們這一次 我想問問最大挑戰是什麼 對你們每一個人而言 對 其實這一次我們單曲 就是向世間吶喊 對 其實這中間 其實很多的不可能 就以原本海倫若君 跟智傑他們 其實他們的身材狀況 是保持得非常好 那我跟克帆還有郭謙 是需要瘦身的 努力的 而且是要在兩個月之內 要最少瘦身 這個是有人給你們的目標 還是你們是我的要 對 是克帆給我們的目標 這是以身做生的要求 其實男容我不是團長 團長一直是他 喔 這是國賢哥是不是 我大概是 今年過完年吧 19年春節之後 我想說 今年就是洪孩兒的這個 30週年嘛 那也不曉得其他團員的想法 所以我從大年初五開始減肥 所以是你開始有這個想法 我要有資格 我才能夠要求 國賢跟那個湯湯 對 那因為其他三位 狀態都很好 我知道 他們都stand by 因為大家彼此 因為從兩年前 我跟海倫 就有這個重組的想法 知道兩年後是30週年 因為不會有40週年 那 你怎麼知道不會 搞不好 有機會喔 對 這也是我們未來的目標 如果有40週年的話呢 也不可能shout out to the world 那也不會再翻了啦 可能 就是初戀版的 Light down in the world 或者是 但不會是這麼強度的格局 沒錯沒錯 所以 那個時候我就先瘦身嘛 然後自己先把狀態弄好以後 然後就打給那個 國賢跟湯湯 湯湯其實已經 大概也是一年前就開始 他大概知道我會call他了 其實大家都是 心裡面都有點準備 有一點 不然怎麼可能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就是洪海兒不是一個 我們不是一個公司 我們甚至不是一個社福團體 洪海兒只... 怎麼了 又要落了 你也需要衛生紙嗎 我有帶 我帶滿多的 對... 洪海兒就是只有... 五個 其他五個 不會有別人這樣 為什麼是五個 應該是說... 沒有 他說除了他之外 還有其他五個團員 他說洪海兒就是連他在一起 我們是六個人 對 然後這六個人當中少一個都不行 沒錯 所以因為我們當初有個概念就是 我們再... 順便報個料 他們一直在說服 就是最後說服到我這邊來 然後... 有沒有人當初是不願意 這個三十多年不一樣 這我來... 就是你 就他... 當時一開始有構思是 因為很多粉絲留言說 希望能再看到洪海兒六個人 重拾在站在這個舞台上面的表演 而且是專屬為了他們 就是想看我們的心情 去做了這個東西 當時一開始的構思想說 要聯絡每一個人嘛 當時呢 可能因為時間還很早 大家就想說時間還早 都慢慢來 可是有一個人就很難說服 一告訴他就說 其實我現在做這個工作就很忙了 我怎麼能做 賺太多 不想 沒有 真的 其實反而是相反 因為我大概是最了解 每一個人的狀況 他的公司經營的 我說有聲有色 這是外界講的 每個月開門見到的 就是幾個員工的薪水 一個月要付出去四十多萬 所以當老闆壓力很大 對不對 他是跟我們排練完之後 回去要把他今天公司做的片子 去撿到凌晨 所以其實每次他來排練的時候 他睡三個小時 也是睡累的 對 因為還要兼顧公司 而且他都是最早到的 精神可嘉 那後來是怎麼說服的 其實我覺得是團員一個一個 我跟每個人都通電話 柯白線打給我 我還有點奇怪 我想說不可能 他還告訴我說他的狀態 中間有個樞紐啦 有個樞紐啦 一個人一定要說服 他才會被說服 對 然後 也就是喊自己啊 一個一個攻破 不是 連紐約都跟我聯絡了 然後我就是每一個每一個講 然後 而且海倫講的斬地鐵 解鐵就是少一個都不行 然後他們很清楚告訴我 他們五個準備好了 然後少一個都不行 然後我一直沒有覺得我是 不是 我真的沒有覺得 我是多重要的人 可是我知道這個事情不做 我不去做 大家的夢想是不會做到的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是 海倫他有講一句話 我覺得我一直想把他這句話 我有放在心裡面 就是說我們 大概26年前解散的時候 我們一直沒有好好的 站在舞台上面跟歌名說聲 再見 那這次有這個機會 對 沒有說過再見 不用再說再見了 是一直每天見 現在通告上不完有沒有 很忙 沒有 就是可以正式的 站在舞台上面 告訴大家我們的感受 還有謝謝他們支持我們 然後讓我們有現在的 紅孩兒的樣子 我們可以一直在演藝圈 待這麼久 這其實是不容易的 我覺得光聽你們講 就覺得好感動喔 因為真的要可以持續這麼久 真的很不容易 對 所以因為這個情懷 還有大家的一個 其實我們大家 持棒明星還有退休的時間 對 那能容許我講一些 比較勵志的故事 你還 對 最主要 因為你剛剛這樣講 因為其實 我們這次的新歌叫做 向世界的吶喊 但是我們 柯凡在找我們回來之前 我們其實那時候 還沒有收到這首新歌 然後柯凡就說 我們要重新再煮 但是我想說 因為之前柯凡其實他很胖 我想說你要煮 我們可以嗎 因為我也很胖 我說可以嗎 因為我從退伍之後 我退伍的時候 所以你那時候的問號 是來自於身材嗎 各方面 身材各方面 因為我們已經太久沒有 回到舞台上面去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 擔憂非常多事情 對 而且我 我從已經從不知道幾年前 就立志說要減肥 我大概減了十年 都還減不下來 都還維持在八十左右 所以我說真的可以嗎 但是我後來我決定 去做 是因為我真的看到柯凡 他做到了 讓我看到他整個人的改變 那我覺得你可以改變 我為什麼不能 他已經給你看到他的盡心 所以我不能跟進 那後來我沒有收到這首歌 然後這首歌也是要 告訴很多人說 很多事情 只要你下定決心 你去做 我們做範例給你看 你跟著我們做 你是可以去做改變的 那這個星科 跟你們以往之前的歌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三十年後 如果 我們當然是為了舊與做付出 可是如果你想要 我們六個想要持續在演藝圈 甚至是歌壇 要有一個位置的話 我們不可能唱舊 舊的風格的歌 所以我就告訴他們 回來不會輕鬆 我告訴一二三四 這四位說不會輕鬆 為什麼特別跟他們四位講 剛剛我跟他講說很輕鬆 因為那個要把他騙回來 要把他騙回來 要把他騙回來 對... 他以為他回來 只是錄個實境秀要走 其實累得要命樂 還要練舞對不對 這首歌的感受呢 唐靖沛應該感受蠻深的 因為他有小孩 他曾經沒有看過 他爸爸這樣的表演 所以這首歌 對他來講 他的感受也蠻深的 那小孩看到你在舞台上表演 有沒有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 就像剛剛說 第一次上一個 這麼有深度的節目 其實很多事情 大家也不知道 我想藉由這個機會去講 為什麼我會有小孩 那當然是結婚了嘛 那其實我之前已經結束過一段 19年的婚姻 大概在兩年前的時候 對... 但是這個小孩下次 由我前妻照顧 我們是在很和平 很理性的情況之下 做了離婚的協議 但是我跟我的前妻 還有兩位小朋友 都相處得很融洽 那剛好藉由這個機會 讓我覺得 我希望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讓我的兩個女兒看看 對... 剛好也是有這個機會 謝謝克帆跟我們的心動音樂 那他們有沒有很驚訝說 爸爸以前真的是偶像歌手 現在還可以唱跳 謝謝這個小奧 這都會有給你什麼感覺 有沒有 現在就是 現在那個APP軟體 非常的方便 像我大女兒當天有來看 那我小女兒在 有那個家長的肯親會 所以沒有辦法來 那我就是藉由LINE 把我的一些畫面跟照片 傳給她 對 她都給我傳一個 五個讚 五個讚 我覺得很開心 應該從出生到現在 都沒有看過爸爸這樣子 對... 聽說過 但是沒有...真的沒有看過 對...但是我們現在呢 既然我們台視也是個資深的電視台 有保留了一些非常珍貴當年的畫面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我們的節目 有一個節目叫青春爭霸展 是在我們台視錄影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是在這裡 我們每一集都要熟 這有跟我們宣傳溝通好嗎 這個放出來會不會... 沒有 這個... 這個你們事先都不知道吧 不知道耶 好 我們翻了一段畫面 跟大家一起來揮衛一下 真的喔 洪孩兒當年的畫面 請看 就像我大愛 超文章的 有小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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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最右邊 第二個是湯俊佩 第三個是王涵 這個也太強了 我剛剛好... 對啊 你好樣喔 好酷 根本好樣喔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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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早的 這是我們的歌曲 單曲 1989夏立 這 자�式 我讀書 所以我覺得N Drume 好軒心喔 這什麼節目 這是我們在台視 強棒星球的節目 不是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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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搬出來 這個排斥 這在台視那邊錄 對 在現時那邊錄 什麼節目 他這些 然後我要這個P iere 不敢掉面圈 這個有看過 這個 這台式做過這麼多傻子 對啊 還好台式都保留了這一些 而且好清楚耶 對啊 因為數位化了 他們現在都把台式做 數位了嗎 數位了 叫踏車庫 好尷尬 你看我好瘦 他們好可愛 全身的布 我好瘦喔 這個沒有馬國鞋 怎麼找得到啊 有 怎麼會找不到 要給我們製作單位熱情掌聲 努力一下 因為這個真的是 我們最久以前的畫面 真的 我們很努力的 去把它翻出來 這在網路上都沒有耶 影像很清楚 非常清楚 從今天以後 網路上就有 從今天以後 網路上就有 可以先給我嗎 因為我們其實很想先流浪 回去我們就錄起來 都會在網路上 對 都會在網路上 我已經曾經這麼年輕過 這個感想的 韓潔淯去感想他很大 他說 那時候我怎麼那麼瘦 他現在被這麼壯 什麼感覺 你們都很瘦啊 你們都很瘦 看到那個應該是二、三十年前的 二十幾年 因為剛出道的時候 難怪洪海豪會紅 真的滿青春活力的 那時候真的有那種日本偶像 你看洪海豪這個名字 是不是就取得不太好 就是我們為什麼不叫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其他的名字 這樣搞到我們要組合 就得青春活力 你知道嗎 要跳死人 其實是一種精神啦 對啦 對 真的 而且大家都以為我們很... 年紀非常的輕 因為怎麼樣他都不覺得 我們到一個年紀 因為就是一個孩兒 對 這個名字在 所以永遠大家都覺得 所以60歲 70歲 還是叫紅孩兒 對 家裡大了有沒有 就像小鐘小鬼他們 老到70歲還是小鐘 真的 一樣的... 還沒有正式名稱的一個團體 我們就紅了 他們有想過麥田捕手 對 東城少女 我們還曾經有當過一天的 東城少女的一天 還開記者會了 馬上回去的時候 覺得好像他們要改一個團體 後來苗姐 就在... 他就在想說 這個東城少女 到底會不會紅呢 紅... 紅孩兒 剛剛看到有剛出道的畫面 你們剛才講TV新秀整把 這是你們第一個節目對不對 對 那時候講一講你們怎麼出道的 好不好 其實就是我們在節目當中 那時候我們的師兄叫做小虎隊 他們那時候跟幽歡派對 然後出了一張叫新年快樂的一個 青蘋果樂園的一個專輯 那時候他們在節目當中 他們是擔任助理的 結果他們紅了 紅了以後他們就決定說 要申選一個叫做小虎二軍 然後我們就是 在全國的申選當中所選出來 最後的六個人 那時候多少人選 記不記得 兩千多人的 最後選到兩千多人 然後... 他是說從初選到最後 他們公司開始到 他們決定有審核資格 大概是有兩千多人 然後再經過篩選 還有上節目的考驗 跟全國的投票 你們數字不準 你們數字不準 我跟你說 最少寄來一萬多封信 這我相信 然後兩千多人被選 而且叫到公司來面試是200人 然後200人裡面找18個 因為他要做三個禮拜的節目 所以是六個、六個、六個 所以要淘汰再三分之二 剩下來的六個就是... 再五個 那我要再講虛弱一點的事 可是喔 不是選最帥的 對 即使是海倫這個長這樣 比他帥的還有... 對 那什麼原因 他找的是六個 我真的不騙你 你們是在節目中 要跳火圈之類的是不是 對 和群的 他找六個和群 品性感覺優良的 就差沒去我們高中去看那個 老師上學期的評語 還好沒有 還好看超性是不是 不然他看到海倫可能會嚇死 對... 這樣紀錄很不優是不是 對 要不然看我的也會嚇死 你們也不糟 你很糟 我記得 我們超糟的 對啊 可以不要再知道 看到國賢的我們會更開心 而且我們出道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都叫做小虎二軍 而且我們名稱還分享 剛好我們下面這三個叫做洋蔥隊 洋蔥隊 後面三個叫西瓜隊 因為是... 在節目裡面的 今天星庸真罵站這個節目 一開始是 由小貓隊跟小虎隊 各站一邊當助理 其實主持人是湯志偉跟曹蘭 但是小虎隊在那個 新年快樂這首歌爆紅 因為青蘋果樂已經出來了 對 所以他們需要選拔新的助理 其實選拔新的助理的時候 也沒有想到 給這個助理要幹嘛 對 只是就是選助理 只是叫一個小虎二軍所有 就像現在選BTS Junior 對 換他去報名就瘋了這樣 大概上百萬了吧 差不多 所以當時候我們大概就是這個樣 去選 當然也沒有想說會出片或幹嘛 但沒有想到 當我們還在當助理的時候 在那個電視台門口 這個就要問那個洪欣了 對 要不然就我們的資深歌迷了 對 差不多會有三、四百個 就每天我們錄完影的時候 要離開電視台 然後在外面的廣場就會非常多的 這些歌迷朋友們 他們一直支持我們 這也是我們這次付出的一個動力 就是 其實就是那時候他們的支持 一直就讓我們一直 沒有聽過就是 到公司 還沒有正式名稱的一個團體 我們就紅了 從那時候 他們就給我們一個很大的 信心跟支持的力量 所以我們還取過 除了紅孩兒以外 很多的名字 對 真的啊 他們有想過賣田捕手 對 東城少 我們還曾經有當過一天的東城少年 一天喔 還開記者會囉 對 小燕姐帶著我們開記者會 然後說 我們決定要做一個團體 叫做東城少年 然後結果 馬上回去的時候 覺得好像他們要改一個 後來苗姐 就在... 她就在想說 這個東城少年到底會不會紅呢 紅... 紅孩兒 是這樣來的 是瞄修理瞄解想 對... 其實當時最好笑的是 因為... 你說嘛 一個人只要50個粉絲 就有300個人了嘛 所以六個人就是有個好處 但是呢 前六個人分 大家都很少 對 我們第一次去上通告 是把我們嚇傻了 因為我們第一次去上電視通告的時候 宣傳費 就是1500塊錢扣稅1350 然後那時候拿到時候 還是新人 新人 我們拿到的時候 公司還在考慮要不要抽成 然後我們就想說 一個人已經分不到錢了 然後公司還要抽成 然後我們就六個人在這邊 後來公司就說 這個錢實在太少 就不收我們的 然後就造成了一個 我們每次通告的時候 我們就會拿到那個錢 就開始大家看有沒有 零錢去互相要算 這樣子領了多久 記不記得 這樣領了 年快一輩子 直到我們 我記得在前兩張專輯 都還沒有領到一個像樣的版稅 對 其實沒有 真的喔 到了第三張初戀的時候 是真的銷售大概30萬張 對 但是那個時候卡帶的抽成 我們是抽一塊 六毛 六毛 記這麼清楚 一塊是你啦 可能一塊是你 終於他現在講出來他的價碼 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剩下的人可能是只有六 我們現在要好好來問一下 這件事 不要讓我們節目中鬧內後 那我們再過了 六毛 好啦 就一口氣領了二十幾萬 不過那時候我們在大陸的銷量是 我記得是 非常多 八百萬張 可是好像 他就要解版稅給你嘛 就是0.0 對 因為大陸那個時候的 他們叫核袋 他們賣的價錢 是台灣不知道幾分之幾 然後再算什麼... 而且那時候到版比較多 對 所以基本上那個時候比較少會有正版的 所以其實我們到了那個時期去中國大陸開演唱會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來講有很多的一些回饋 可是我們金錢上面的看不到 這是我們年輕的時候 原來經過了一段黑暗的時光 但是就是我覺得那時候再怎麼樣 我覺得好過現在來算那個實體銷售 這次我是我堅持要公司一定要印CD 所以我們的預算又多追加了好像快... 不少 對 不少 將近快二十 而且是就不上架的喔 只否來參加我們三十週會 也感謝公司的寬容與大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數位上架 因為克凡的講法就是我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說 這也是我們紅海的信聲 就是真的要說聲謝謝 所以如果有來的這些跟朋友們 我們希望就把這個CD可以 都千萬名然後交到他們手上 有你們才有紅孩兒 對 3 2 1 連他都自己 謝謝 真的耶 公認耶 公認 這次把他騙回來 然後弄這一次這個活動 他爸媽其實心裡面一開始很開心 他以為我們每個人都會這樣 就算囉 在一個禮拜之後呢 他媽媽自己受不了 媽媽就說 你好會耶 你可不可以搬出去 好 這一段呢 我手上有一個神秘的籤筒 有沒有抓在一起 有喔 裡面有一些 禮物 不會太尖銳的位置 禮物 我剛剛以為是抽禮物耶 抽禮物 康熙結 康熙來了都停那麼久 還有這一招嗎 真的嗎 對啊 不是你們特別的來賓 怎樣一些特別的橋段吧 好不好 柯凡哥交給你了 你如果最近了 這是問題對不對 這是問題 對 請照直回答不要思考太多 這是誰抽到還是說六個都要回答 先他回答 有人要補抽可以補抽 這個啦 你這第一題抽這個太沒有爆點了 誰最貼心 貼心喔 對 來 這麼難想 突然被承重了 誰抽誰回答 對 如果是你真的答不出來有人給幫忙 我抽 對 你回答 來 這一題呢 你想答 我來答 好 其實因為我身體有一個代償性出汗 那所以我的衣服幾乎是濕的 那若君很貼心 他會幫我準備濕涼的紙巾 真的假的 放在他的包包裡面 為了我 這不是男朋友應該做的事嗎 怎麼這麼貼心 我懷疑他們兩個很久 為什麼 他很了解我這個的感受 那所以他就很貼心的放在他的包包裡 他說海倫 這個東西就放在這裡 隨時來拿 是為了你用 所以這讓我很感動的是說 人生就是 其實六個我們都很好 你要哭啦 怎麼樣 他不行嗎 他不行嗎 不是 沒有用 你那張紙拿給我 我的原因是 我習慣就會去註意大家 你看團體中誰最貼心 他就說落軍 因為他幫他弄得涼涼的 對 但我幫他準備護腰還有護膝 對 等一下 我還沒講完 我還沒講完 對啊 只能選一個是不是 不是嘛 走上慢慢來 對不對 你那麼巧 我們這題只有兩分鐘回答 不是 但我現在知道了 所有人都對我一個人好 大家都很愛我 對... 我是習慣性就是會去觀察 誰需要什麼 就是比如說韓恩傑他會餓 我就是說臨時 然後就巧妙跟他講說 可是我現在最... 在我前面的包包裡面 你自己去拉開來 有什麼東西 我會是這種客氣 你很像一個小叮噹人 可是我現在最缺現金了 要找馬國賢 對... 對... 對啊 沒有啦 應該是說誰最貼心 我覺得我們團員是互相關心 大家平時都很關心彼此 那我只是不太明白說 如果洛君以前他就是 他是比較會更貼心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多年 我們二十幾年沒有... 中間沒有見面 再次見面我覺得 他為什麼... 他明明沒有結婚 但我給我感覺 像是一個溫暖的爸爸 真的 就是照顧大家 對 他會說 國賢 位子站在那邊 志杰 那邊... 那個... 怎樣幫他擦汗動作 就是他會處理每個人的事情 都處理得很好 對 你現在在幫他徵婚是不是 是... 等一下... 你也是有拿到護膠 現在也是蕭凹凸的我 沒有...我是全部人 所以我剛才講全部人 我覺得還不錯這樣 真的 這兩個都單身啦 對 但他先 對 對... 好 他先來 換你抽一張 來 洛君抽一個... 好 抽一個 好 看什麼 結果大家 團員誰賺最多 這一題我覺得非常好的回答 我本來是想回答 是我左邊的這一位 說他賺最多 因為他買了非常多的房子 可是後來我想起來 他每買一個房子就虧一個 可是他... 眼光這麼不准 沒有啦 其實就是他 因為能夠虧表示那個錢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也只有買一個 然後我沒有辦法買很多 因為我所有的錢都拿去養很多 買器材啦 買器材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不是屬於賺多的 然後... 怎麼定義這個賺最多 對 總資產最多 總資產最多 他買了那麼多 很多間都還沒有你買一間賺得多 真的 對 但是你買一間 還沒有 連一間都沒有買的賺得多 真的... 對... 但是有人是不用買就賺很多 就賺很多 隱藏版的你都不知道買 美國有遊艇那一位 其實你們根本就是來打工的吧 對啊 像我們想 現在籌備在大陸上海的那個 看你能不能夠有機會在那裡辦的話 然後我們有個團員就說 可以啊 上海OK啊 對啊 我知道徐家蕙那邊有些房子 有些房子 有些 我們大概... 我們團員當中 如果知道誰賺最多就是他啦 算最多我不敢講 算最多不知道誰 其實大家都實力滿雄厚的 但賺最多 賺最多應該就是他 換你抽 好 我要抽一抽 你沒有講什麼話 默認 你看 等一下 後面還有機會 都默認 有沒有跟圈內人交往過 這是真的個人的 馬國賢好好從十招來 結婚了就不要回答 那你沒什麼包袱沒關係 我說去什麼 我還是有包袱 結婚了回答回去 從十招來 我仔細想想 我還真的沒有跟圈內人交往過 是嗎 30年來都沒有 老實說 有嗎 我說你老實說而已 你幹嘛幫我 我以為你要報案 對 剛剛抽一個 幫你們放在這 謝謝囉 團體中你曾經紀度過誰 這個說到誰 我覺得是複數耶 複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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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一趴都跟你講 今天 誰沒有紀度 你現在是要做Ending了嗎 對 把我藏在內心三十年的秘密 好啊 你講班 其實他們五個我都嫉妒啊 對不對 當然對不對 你說 因為我是裡面身高最不起眼 對不對 所以每次 上面的空隙我都呼吸不高 你們知道我的感受 了解 你在底下也沒有掃吸好不好 對 譬如說編六個人的舞蹈 五個人站在一起 那個高度 那個比例都很對 我一個人插進來 就是有一個怪怪的幅度 你知道嗎 你不要這樣講 以前舞蹈老師都把你排在前面 因為你要來啊 還會遮到 你都在前面耶 我拍照的意思是 他是在中間 跟前面 他不能站在旁邊去 最中間的位子給你多好 對 也是一個福利啦 所以你說嫉妒過誰 說真的 唯一我是覺得 他們的身高我很嫉妒 這是確定的 只有身高啦 但是這個我沒辦法解決 對 就要靠下一代 對 長高一點好不好 對 好 那就麻煩海倫 下一個 這什麼 這個我們就不用回答了 冥冥至終喔 老圈都有在那個啦 這個 等一下 大家都眼睛閉起來 我們只同一個人好不好 好 你們知道各自的位子 好 眼睛閉起來 眼睛閉起來 好 來 3 2 1 等一下喔 我沒指喔 客服 誰都沒指喔 3票 節目換你們就回答 你們傻喔 你們真的指啊 沒有 我 指我啊 我們不是要繞一圈 對啊 不是說好每個人這樣子 往旁邊指嗎 你們會不會錄完回去就拆火了 好啦 我先說我啦 我有3票 真的 對 3票 但這個人在結完婚已經死掉了 對... 我的眼裡只有 現在很乖... 只有我們家泰作 對... 看回去跪算盤是吧 也不是 女藝人如果化妝 在那個後台化妝坐太近了 不好意思... 放公眾一點 對 現在是這樣嗎 現在是這樣 乖的咧 不是 我們裡面其實最能夠跟Mae 馬上聊上的就是這一位 但是他從來沒有成功 在成功率比較低一點 所以他不能叫高手 你這樣叫他情何以堪啊 他就誰都能聊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到哪裡都可以聊 我是高手 他是把Mae 對 他就是 誰都要去聊一下 你們要再組一個團體就對了 我只跟他交流一下好不好 其實各反都是問說 你是不是有喜歡馬國賢的 就幫他電話要來給馬國賢的 是這樣不是自己留著是不是 不是 他就幫馬國賢要的 沒有啦 其實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 比較喜歡廣節賽員 認識多一點朋友 因為出來的時候比較熱鬧 不是 你抽到 海倫抽到 海倫抽到 海倫有兩票是不是 對不對 海倫有兩票 他夠帥啊 好人緣啊 對啊 海倫才是高手 因為他根本不用拔 就是點點吃三碗公那種 不是 不用點點 他坐在那裡就行了 我們還要自己走過去 他是站在那邊 他走過來好不好 拔是一個動詞嘛 對... 他沒有這個動詞 他直接是高手 所以... 認得太誇張了 那你贏了把妹高手 有把這個動詞 對不對 三票 對... 我們是追求追求 好... 韓智傑最後三個 來 誰是遊艇大亨 這還要問嗎 這還要問嗎 這什麼... 叫車一台 什麼... 謝謝台式 喂 不想回答 叫車一台 你看... 有錢之所以有錢 是一塊錢的 誰最虧毛難搞 我們今天... 很多事實 等一下... 我們閉眼睛 你們一起指好不好 好... 閉眼睛 來... 三... 二... 一... 連他都自己 真的耶 公認耶 公認 為什麼... 講一下 我很囉嗦啊 我就是很... 我就是一個囉嗦的人 為什麼 哪裡囉嗦了 這個我要幫他回答一下 那很碎唸啊 這樣講好了 對 這一次就是紅孩的重組嘛 他長... 長期在美國工作嘛 然後回來以後呢 因為他父親跟我父親是... 都是... 飛行學校的同學 然後我爸... 爸媽其實是認識的 然後... 因為我... 我爸爸中風嘛 所以... 就看到他爸爸還... 其實蠻健康 但是... 你說小孩子不在家 總是... 沒有辦法乘歡膝下這樣子 所以這次把他騙回來 然後弄這一次這個活動 他爸媽其實心裡面 一開始很開心 一開始 然後我們團員 其實也一開始很... 也很開心 很開心 像海倫在家裡是不會被唸的 我也是最討厭人家唸我 他這個人也當老闆 誰敢... 我去唸人家 都是你唸人員工 都是... 就是我們也就幾十年沒有被唸 他一回來我們每個人都被唸 就算囉 在一個禮拜之後呢 他媽媽自己受不了 因為他媽媽東西亂放啊 什麼東西... 對啊 又沒幹嘛 我沒有辦法 我就是... 東西我們放好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對啊 然後我媽就說 你好會唸 你可不可以搬出去 對 天啊 排列的時候 我會唸他們說 你這動作怎麼這樣 你鞋子為什麼擺在這邊 你不可以摔 我就是... 所以是團體的總管就對了 他其實在排列這次 為了我們更好 就是說因為我們很多小動作嘛 每個人都變成有自己的小毛病 對 就是會加自己一個加小動作這個 他就覺得看不慣 我們是六個 我們是團體要整齊 他是為了我們整個畫面的好 可是最重要的是 第一個月他這樣子 我們真的快瘋了 然後克凡就想盡辦法去告訴他說 其實我們對人要和善一點 然後我們有時候每個人 每天要有不一樣的一種那種方式 去對待人 你要想到人家的好 親自在暗示他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老婆也是這樣的個性 所以雙腳有第二種 所以我來參加紅孩兒的訓練的時候 我一定好不容易從家裡逃出來 然後我要去接他去上班 對 從車上開始 開始 你不覺得你昨天那個舞步跳得 有點太自由拍了嗎 這樣跟大家的動作都不一樣啊 我就說韓姐妳停止 我可不可以美好的早晨 小鳥在腳 妳可不可以日行一散 對... 就當扶老太太過馬路 敗破閉嘴這樣 這一次Shout out to的我 是復出 對 而不是辦紀念 所以革命們加油了 那個... 以前你們追我們的時候 還是高中或是國中 我們都知道 這次你們時間可以自己掌控 沒有缺席的理由了 連小孩的時間都可以掌控 所以我們進台式呢 覺得門口沒有個五六十個 我們也不習慣 好 看得出來你們真的感情非常好 但是我想要問問這過去的三十年 有沒有曾經打架過 我們基本上要打架很難 或是大的爭執有沒有 爭執一定有 爭執有 我們不只... 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有爭執過 可是就是說如果要打架的話 不容易 對... 那有沒有... 誰兇起來是情緒最激動的 這次就有 這一次啊 為什麼 這次就有 我罵馬國賢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體力是可以的 對... 但是就是... 他會... 人來風 所以呢 就是他在那個... 就是... 我們其實沒有人不想喘的 但是... 當然我們會忍住 你是說這一次在台上的時候太喘 對... 他就會把他發出來 對 就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 老當益壯的感覺 你怎麼跟他說 我就說不是啊 你這樣子 尾骨力的代言 我會找你啊 他會找張落軍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國賢是... 他其實是... 心地太善良 他不知道媒體要的就是... 有一些血腥的東西 對 那他就常常... 我就會直接... 他一開始他是不能接受的 對 然後後來我... 其實我會看到一些事情 就對... 因為國賢其實你... 你研究他的外型 跟他的... 努力的程度 我覺得他的演藝實驗應該要更好 對... 然後我也希望每一位團員 包括國賢啊... 智杰... 洛君... 海倫... 湯湯... 都能夠... 所以我說這一次... shout out to的我是復出 對... 而不是辦紀念 對... 所以是認真的想要帶出來表演給大家看 對... 所以我也會才找一個這麼棒的公司 來投資我們洪海爾 所以... 革命們加油了 那個... 以前你們追我們的時候 還是高中或是國中我們都知道 這次你們時間可以自己掌控 沒有缺席的理由囉 對... 小孩的時間都可以掌控 所以我們進台式呢 覺得門口沒有個五六十個 我們也不習慣了 下次我們... 歡迎喜歡海倫 或者是喜歡國賢的人 這個我們各自也會辦一些 營友會啊 歌友會 下次我們鋪紅地毯 歡迎各位來 謝謝 沒有...台式通常鋪紅地毯 都是營媽祖 你哪在 好...所以... 這次呢... 這個... 紅孩兒重新開張做生意 然後希望各自團員都有好的發展 包括國賢 我覺得他的戲演得很好 要不然也不會金鐘獎入圍 真的... 其實各自都有很好的發展 對... 那我要... 我要另外再問一問就是說 你們這一次再重新出發 說真的有沒有一點點擔心說 怕革命忘了你們 或者是說 會不會到時候 沒有那麼多人來怎麼辦 這一次我們公司呢 其實... 有一點... 預判錯誤 就是我們... 談的場地太小了 應該... 找一個差不多... 最少要六千元的場地 你說那個票秒殺 根本就搶不到 對... 對...是真的 對... 那... 再來就是... 可能賣太便宜了 就是... 因為辦這一場 我們公司是虧本的 對... 那... 最主要也是 我時間沒有給我們工作人員 很長的時間 我也沒有給各位很長的時間 但是如果有... 大家現在在討論家場的事情 或是什麼 對... 公司為什麼不遲遲決定 他們可能會再想說 有更大的計畫 我說的 紅孩兒30週年音樂會 不是一個... 就一次的event 我們是... 付出... 是付出 所以... 希望各個團員在... 各自的表演 在團體的活動 各自的表演 還能夠再精進 所以... 這一次我們想... 與其家場 不辦一個專場 不是靠... 跟我們簽簽名 拍拍照 握握手 就是我們再拿出一些什麼 有實力的東西 所以這個我們會在之後 再... 再... 再宣佈 所以可能還會有新的作品 或是新的場合跟大家解釋 我這樣講 韓仁傑有沒有... 開始發抖 他想說還沒結束 不是 因為他... 他那個回來的時間有限制 所以... 他從美國回來的時間 我們都在他檔期內 那個... 身為他經紀人的那個... 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提供給公司資訊 不是... 你機票錢是刻板 他跟我的資訊 沒有... 就那一張 後來他自己戶 其實你也只有買1位對不對 沒有回程 沒有回程嘛 其實是沒有回程的 沒有耶 你怎麼知道 對啊 我那張是自己瞄的 沒有 我們說真的 因為其實在網路上面呢 我們的歌迷的年齡層 不是慣性上網 跟在網路上面發生的那個事態 所以說可能就不會讓大家 知道我們在那個上面的力量有多大 紅開而解散的時候 還在播接上網 是 那時候還... 可能連486電腦都還沒有 就是可能還是要先打電話 對 剛才還沒手機吧 手機都還沒有 沒有時候還在BB Call 那時候有BB Call 那時候有BB Call已經很厲害了 那是BB Call 對 才剛剛開始有大跟大的時候 好痛喔 怎麼這麼久遠 對 所以 想想往往三個四季 那個時候我們解散的時候 黑金剛 我記得那個手機 如果從二樓丟下去 下面會被砸死 黑金剛 是的 所以在網路上面沒辦法判斷 現在都用網路 再來判斷聲量 所以唱片公司也很煩惱 因為他們在做任何事 要找不到答案 對 因為我們沒有潛力 我們也沒有任何一個 跟我們相似的團體 沒有 所以這真的是它無從做起 所以我們等於是一個 全新的組合 然後又是一個 30年來的第一次 所以這一次不管做什麼 我們其實我們希望 我們紅海的一個誠意 有讓大家看到 包括我們的公司的誠意 都是我們其實都還在努力 如果有不周到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諒解 可是也謝謝這個公司這麼大膽 對 我們就是因為找不到所有的資料 然後 我已經講正面了 希望台式熱情提供 對 好 就鎖定我們的節目 一定看得到 早期的紅孩非常精彩的畫面 對 那這個新的東西也要 新的作品 新的作品 就是限量的 對 這是我們紅孩兒 我們也用溫柔版好不好 好的 大家好 我們是 紅孩兒 最新的單曲 Shall out to the world 要送給最漂亮的 主播 主播 奶容 謝謝 謝謝 謝謝鎖定白哥 謝謝紅孩兒 謝謝 希望你們未來呢 我們大家都很期待 有更好的作品 有更大的場合跟大家見面 是 謝謝 謝謝 紅孩兒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台語言堂 我們下次再會 對 謝謝 謝謝 抵抗 謝謝 很有趣 小燈 老在一起 新的自主 小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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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